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阿N与阿Lan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桂名羊的故事 桂名羊本来是想着学花弹 即是做花弹行当 自从它进了崩牙城的气管学气之后 接着他去南洋演出 演出后受到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 觉得武打来得精神得多 于是他就改了行当 改为学小武 回国后加入了黄大汉组织的真相剧社 借戏剧从事革命宣传的工作 在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 桂名羊主动加入了重乐乐剧社 为那些罢工的工人 二演酬款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期间 粤剧的舞台上 群星吹蠢分为五大流派 分别是涉国仙 马斯增 白俱荣 廖合怀 桂名羊 他们五大流派主导着粤剧的改革方向 并且创出了很多众多优秀剧目 剧目的内容 包括古今宗外的题材 新编剧的数目 数以千计 在当时来说 粤剧综合艺术的各种因素 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譬如说 舞台上的那些报警 就由一张桌 两张椅 去到平面 立体影片 以至到机关报警 灯光就由火水灯 大光灯 就发展到用电灯 彩色旋转灯 至于舞台的语言 就由气盆的官话 就慢慢地变为广州的白话 小生小母的行当 就由唱假桑 就改为唱真桑 而且还将一些民间流行的木语 蓝音 板眼等等这些歌谣曲调 就运用在唱桑的音乐上 就将很多种声桑利用曲调 连续结合一个板式的变化 将这些变化综合运用 还在原有一些民族的伴奏乐器之外 然后只加一加小提琴 续结他等 这些音乐上 乐器 语言 然后再输越后 乐劇就是 唱肝及音乐 变化更多 变化更多 旋律就更优美 此外表演艺术也吸收了京剧的造工和北派的武打功架 同时有借鉴电影、画剧讲究一些真实和接近生活的表演方法 威名羊的表演顿错鲜明、气势威猛、节奏相当紧臭 自创的螺边花是用高抗急爪的螺鼓音 配合上场的伸段和程式 直到今天都仍然是沿用着的 一些粵剧的后背 例如文武生、任劍辉、麦炳荣、呂玉郎、梁蔭堂、羅家宝等等 都对这个桂名羊的表演艺术有所借鉴和学习 但是翻开一个粵剧的历史 我们又发觉是不是真的有贵派的存在呢 这个仍然是令人争论不休的 这个就真是令人感到唏嘘了 这个也可能是因为桂名羊很早就离开了我们有关 至于为什么桂名羊会死得这么早呢 桂名羊本身身材非常之好 英俊高大公家独斗 爽快豪净 这个扮相相当之进朗 台风瀟灑 在抗战时期桂名羊就离开了广州 为了生活他就跑码头来演戏 一直到美洲 其后再回到香港 在当时正直壮年的时候 突然之间 他的耳朵就失了充 听不到声音 故此不能够再上台来表演 自此之后他的生活也开始非常老倒 在1957年10月 他回到他的故土广州 想把自己的艺术传给后人 希望做一些粤剧的传承工作 但是很不幸回到广州 没有一年那么久 就逝世了 他逝世的时候 仍然只有49岁 对于一代粤剧的南派宗司 以这样的形式来借幕 离开人世 我们也只能够用四个字来形容 这件事的发生 这四个字就是天道英才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桂名羊的戏剧人生 暂时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 点赞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 与阿Lan 频道 好 拜拜 下条片继续和大家分享 桂名羊的艺术人生 拜拜